七千年至陶史 紫砂艺术享誉世界 江苏宜兴夜市会有哪些精彩 燕来迅 笋干 太湖人参 江南山珍成就人间美味 鸭角面 一网鲜 绿柱头 老宜兴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宜兴是一颗镶嵌在太湖之边的璀璨明珠 这里山水秀美 珠海连绵 大文豪苏东坡曾经献于这里的西山罪人流连忘返 买田阳县无江老 从来只为西山好 苏东坡诗句里说的阳县就是现在的宜兴 在这座江南水运小城 夜市会有什么样的精彩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江苏宜兴 品尝这里的夜市美食 家惠 咱们当地的夜市美食有什么特点没有啊 因为我们宜兴是地处苏浙晚三省交界 不同的文化都在丰富着我们的饮食习惯 于是就形成了宜兴专属的美食江湖 那你带我去逛逛吧 来宜兴打卡夜市 市中心的郊桥和步行街是首选 每当夜幕降联 郊桥和步行街便热闹非凡 郊桥和步行街最有人气的小吃之一 当属臭豆腐 那独特的臭味与香气交织在一起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吸引着过往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来排队品尝 江南人对臭豆腐有一种偏爱 那么宜兴的臭豆腐会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个臭豆腐的臭味它是来源于县菜发酵之后才产生的这个臭味 所以它是纯天然的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臭豆腐 大家可以看到内容物非常的丰富 这个是年糕 然后还有脆骨肠 包括还有一个鸡蛋 好丰富呀 对 在宜兴的小吃榜中 肉卷也是榜上有名 将适量肉馅均匀摊在面皮中卷起 做成长条饼状 经炸制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泽 宜兴肉卷吃起来外皮酥脆 肉质鲜香 宜兴葱油饼也是夜市小吃中的佼佼者 别看样子不起眼 制作工艺却极为讲究 皮馅平衡才能入口其香 我们宜兴人心目当中的月饼C味 必须是留给它的 葱油饼 还是我们的市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有讲究的地方就在它的皮 要用到猪油 而且要用到特殊的手法 你尝尝看 对 里头必须是要有我们当地的小葱 一口下去特别酥 那个小葱也特别香 宜兴人喜欢吃甜食 很多人都知道青团是江南一带很常见的小吃 但这里的青团叫做绿柱头 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个就是让你日思夜想的美食 没错 就想着这一口 老板就咱们这个跟其他地方的青团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我们这个青团直接用那个草就放进去了 别的地方可能只是用它汁水 没错 我们其实在面团里面能看出来那个柱麻叶的那个纤维 而且正好柱麻叶也很适合这个季节来吃吧 清热结束了 原来宜兴的青团是用柱麻叶制作的 因此就被当地人叫做绿柱头 煮熟的柱麻叶与糯米粉和精米粉按比例调配 揉成绿色面团 揉捏出小碗状 填入馅料 包好的团子放入蒸笼 上锅大火蒸熟 天然的植物清香与甜馅是绝配 药身一口绿柱头 任性十足 甜甜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小鱼啊 小虾啊 螺丝啊 烧的一个菜 像这个是常见的土鸡鱼 这种是小白鱼 安宫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鱼 处理干净之后啊 就给它简单的红烧的一个烧法 锅内放油 葱姜蒜爆香 放入小杂鱼 倒料酒 老抽 酱油 白糖 盐等调味 烧八分钟后再放入螺丝 虾一起烹饪 一往鲜果然名不虚传 味道就是一个字 鲜 宜兴人对比河大又比湖小的水域 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酒 坐落在团酒湖畔的酒街 是宜兴人的夜市新地标 在这里我们能品尝到哪些宜兴的特色美食呢 烧烤呢 在全国夜宵江湖中的地位啊 是举足轻重的 但是在咱们宜兴呢 可能我们更喜欢吃的叫炸串 这个比较少见啊 对 而且是万物皆可炸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炸不了的 我们来试试看 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实现炸串自由了 那你还是会每周都来吗 基本上每周都会吃一次 在酒街夜市 除了能吃到接地气的炸串 还能寻找到独具宜兴特色的山珍美味 宜兴有着华东地区最大的竹林 当地出产的毛竹笋 味道清香 口感脆嫩 不过竹笋的保鲜器较短 于是宜兴人将笋晾晒成笋干 炒煮炖烧皆是美味 笋干烧肉 就是一道用笋干制作的宜兴传统名菜 也是夜市里点单率很高的菜品 这个笋呢就是每一年春季的时候 都是山珍自家人笋 然后把笋煎取下来了之后 晾晒成笋干跟红烧肉去搭配 制作了一道这样的菜品 笋干焯水变软 五花肉做好备用 在五花肉汤汁中倒入笋干 再加入生抽 冰糖等翻炒 带笋干充分吸收了汤汁 再倒入红烧肉 大火收汁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香气不比嚼劲十足 你知道吗 画家徐悲鸿就是我们宜兴人 他到晚年的时候 就最想念的是家乡的笋了 这道菜一端上来 笋干会比肉先吃掉 先吃完 这时候肉成了一个配菜 这么多肉是成就了这个笋干 除了笋干 宜兴夜市还有一种山珍 民间素有 此物当推天下第一美味之称 这是什么食材呢 它是一个纯野生的一个菌类 它吃起来的口感呢 非常的厚实和爽滑 差不多在一百块钱左右一斤吧 原来每到八月大雁南非 宜兴松廉间就会长出一种菌子 当地人叫做雁来蜀 以其鲜嫩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而出名 宜兴人最喜欢用雁来蜀来烧豆腐 热油中放姜蒜片爆香 倒入雁来蜀翻炒均匀 放入蚝油生抽等烧开后转小火 将豆腐切成小块 倒入锅中 焗至汤浓汁愁 撒上葱花 雁来蜀的鲜味充分渗透到豆腐中 十分美味 每个城市都有传承了几代人 上百年的宝藏美食 藏在街头巷尾 宜兴夜市还有哪些宝藏美食呢 孟凡 我接下来带你去吃一碗面 这个面呢 它到晚上只提供三十份 量这么少呀 对 所以咱们还得加紧脚步 这就到了 到了 这门脸不太大呀 看着 对 但它是一家百年老店 这碗代表宜兴古早味的面 就是当地出了名的鸭脚面 可奇怪的是 鸭脚面里却没有饺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家的秘局 浇这个汤在里面 做的就讲究这一点 现在要适宜 这个高汤下去的时候 鸭肉要收这个咸味 要把这个鸭的这个胶原调出来 叫鸭胶 原来在宜兴话里 鸭脚的脚和胶原蛋白的胶同一 鸭肉和鸭汤是面的胶头 代代相传 鸭脚面就这么传下来了 鸭肉放入老汤中蒸上八个小时 能充分掉出鸭肉里的胶原蛋白 这样的胶头就成就了这碗美味的汤面 因为一个晚上只能蒸煮四五只鸭子 所以老卢晚上最多只能做三十份面 来晚了还真吃不上了 你看它炖完八个小时之后 它的汤依然是汤清见底的 那我们用筷子试着去把它戳一下 一下子你看就酥烂脱骨了 但是它又是整而不碎的 这一整碗的汤加上肉 给它浇到面上去 这才叫鸭胶嘛 把它变成胶头 好香呀 这个鸭汤已经完全进到 这个面条里面去了 然后就让这个面条的滋味 也非常的丰富 除了鸭脚面 老卢做的宜兴头菜 也保留了本地最传统的味道 将炸猪皮 肉丸 小开羊等食材 调配好比例后焯水 下猪油烧制 加入高汤 全程大火烧煮 收汁勾芡 连熟油翻炒后出锅 为什么叫投菜呢 因为像在宜兴 所有的婚宴 喜宴上面 投一道上桌的菜 就是它 你赶紧来尝尝 这里头的这个肉皮 它就像海绵一样 然后它就会吸饱了汤汁 一眼就看中这个蹄筋了 吃下这个预口 就满满的那种胶原蛋白 然后是滑嫩很爽的 有一种嚼劲在里面 很鲜美 吃进去嘴里 就是满满的一种幸福感 在老卢的店里 宜兴人总能找到 熟悉又牵切的老宜兴味道 一碗头菜 一碗压角面 承载着宜兴人 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宜兴拥有丰富的陶土资源 被誉为陶都 尤其以紫砂湖记忆 闻名下尔 明朝文学家徐卫 曾为学觅一把紫砂湖 还专门跑到宜兴 并写下了 轻弱旧风铁鼓语 紫砂新冠买宜兴的诗句 逛宜兴夜市 在享受美食之外 还可以近距离感受紫砂陶瓷艺术 而宜兴的夜市美食 在精美陶瓷餐具的映尘像 更显得色香味俱佳 让人食欲打开 这道美食是用紫砂气锅烹饪出来的 这道菜是不加一滴水的 它就是利用盖子 密封的密封系回流的蒸馏水 到后来它会呈现 汤就是特别清 然后口味又感觉特别厚 紫砂气锅蒸双味 老鸡和排骨剁成块后 用清水冲去写水 焯水后放入紫砂气锅 加入葱姜等调味后上笼 蒸至肉质酥烂 这道菜一上桌 可谓是圆着圆味 汤清味浓 鲜香扑鼻 这道雪崖手包和虾仁 食材虽然简单 却十分体现宜兴的特色 用的是当地的洋线茶 宜兴南部山区 是江苏省最大的茶叶产区 阳线茶就是产自这里 早在唐代就被称为天下第一名茶 苏东坡曾为了一品阳线茶 多次造访一心 留下了雪崖我为求阳线 如水均映想会山的诗句 虾仁上浆后过油 锅中调味后加入阳线雪崖茶 和虾仁翻炒装盘 一道晶莹剔透 鲜嫩爽滑的雪崖手包和虾仁就做好了 我觉得可以用山水交融来形容这道菜 你看它的颜色呀 包括它的味道呀 都是温润如玉 非常的淡雅清新 还有这道阳线乌米东坡肉也十分美味 这道菜据说还是根据苏东坡的食谱改良的呢 那么乌米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一心山上有一种 就是叫南竹叶 我们当地人叫它那个乌饭炒头 捣碎了之后呢 把那个糯米浸在那个汤汁里 浸一夜 第二天呢就把它蒸一下之后 它就颜色就是黑的了 用南竹叶汁水溅泡过的糯米 蒸煮而成的米饭就是一心乌饭 是一心的世纪非夷美食 刚出锅的乌饭乌兰发亮 清香扑鼻 软糯弹牙 乌米蒸熟备用 五花肉煮至断身后盖刀 然后下锅烧熟 肉汁和乌米拌好后 和煮熟的肉一起扣在碗里 上笼蒸至酥烂 一道饭中有肉香 层次分明的乌米东坡肉就做好了 这个东坡肉啊 其实制作的方法 苏东坡都写在了猪肉送里头 而我们这一道菜呢 也是严格地按照 它留下的食谱来制作的 当然我们也是做了一个 本土化的一个改良 放上了乌米 然后就会有很特别的方向 传统蟹粉会排育 首先这道菜的造型就十分吸睛 这个器具呢 我们就是根据 我们要做的螃蟹的菜肴 特制的一个容器吧 它的外形是一个大螃蟹 打开以后呢 它里面是空的 蟹煮熟后拆出蟹肉 豆腐改小块 炒锅上火加入油姜末等 蟹油炒出后加入豆腐 最后调味 勾芡 装盘 这道菜蟹黄鲜美 豆香嫩滑 入口风润 孟准你注意到没有 我们今天这四道菜 用到的餐具 都是用我们宜兴的紫砂制作而成的 宜兴的话 其实是有七千多年的制陶食 其实正是因为智慧的先民 先有了这些陶器 然后于是才有了锅中千变万化的美食 说到宜兴的紫砂 就不得不提到陶二厂 这里是宜兴紫砂工艺的重要基地 汇救了众多手工匠人 陶二厂的夜市 展现了宜兴温柔浪漫的一面 大大小小的摊位 汇救了宜兴丰富的陶瓷文化元素 还有演出和手工艺制作等 在这浪漫的氛围中 你会不自觉地放松心情 享受夜晚时光 到这儿能不能品尝到美食呀 可以呀 要不咱们就去尝一尝陶瓷创作者 他们的晚上就吃些什么 好 走 张廷津从事紫砂湖制作已有38年 有时候创作到深夜 他就喜欢泡上一壶茶 再搭配着几样宜兴的特色茶点 咱们喝茶的时候 可以尝一下咱们的小点心 然后这个是徐舍小苏堂 它从选料到做成要整整三天的时间 也是省级非移呢 这是和桥豆腐干 据说当年乾隆三下江南 就一直很喜欢吃这个豆腐干 工作的时候呢 有时候做得比较晚 可能做到一点两点 我习惯简单一点 就是不常点玩的 徐舍小苏堂以香而不腻 酥而不黏而著称 而和桥豆腐干吃起来是甜滋滋 咸尖尖 香喷喷 这两款小吃在清朝都是贡品 一块紫砂泥 在匠人们灵巧的双手中 经过拍坯 香片等一系列复杂而精细的传统工艺 逐渐蜕变为工艺精湛的紫砂虎或其他工艺品 由于长时间的制作 紫砂匠人们也养成了夜晚喝茶吃茶点的习惯 而这些宜兴本土的茶点 在很多夜市的店铺都可以买到 宜兴位于太湖之边 八月正是百合收获的季节 而宜兴最有名的要属独上百合 这独上百合还被誉为太湖人参呢 那么新鲜的百合是怎么挖出来的呢 我们这个是挖百合的专用工具 因为你看这个百合一挖出来 这个很大 然后把它轻轻一搬 你看一颗百合就出来了 像这一颗就是品质上乘 因为你看独上百合 区别于其他百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 或者一个特点 它色泽是偏黄的 这也正是它具备要用价值的一大特征 我们这边土是叶草土 经过叶之后 它这个地里面的水分就出来了 比其他地方种的 它更加软弱 水分特别足 我国有三大食用百合 除了宜兴百合外 还有兰州百合 龙牙百合 古代医药家张仲景 在尖贵药略中 计输了百合的药用价值 清热 解毒 滋烟 润肺等功效 现在人们经常把百合入菜 那么宜兴人都喜欢怎么吃百合呢 宜兴这个百合呢 它略略有一点苦味 要用价值的地比高 润肺 使用之前呢 最好要用那个水 泡个二十分钟左右 这个是为了什么呀 它苦食味比较浓嘛 适当轻重一点 砂锅举百合是宜兴人烹饪百合的经典做法之一 百合焯水至七成熟 烧热大砂锅把辅料爆香 然后把焯好水的百合调味 放到砂锅里焯五到八分钟 最后撒上葱花 这道菜口感软糯 保留了毒上百合的苦味 细撇回甘 桂花百合是宜兴传统的百合甜品 采用的桂花也十分有讲究 用最好的桂花丹桂 它的香的优香特别浓郁 锅中放水加入百合烧开 再加入丹桂 小火煮二十分钟左右打掉浮沫 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就做好了 淋藕百合酿羊肚菌 极具江南特色 将洗净切好的淋藕百合焯水 将酿好的羊肚菌青椒过一下油 高汤加盐味精生粉调味勾芡 将所有主料和辅料加入锅中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即可 先来尝一下我们宴席上面必喝的百合汁 喝不喝得惯 对于我来说感觉挺苦的 是吧 对 正是这一丝丝的苦味 是毒上百合的一大特征 仔细品 它在这一丝苦味之后 是有回甘的 像这一盘呢 就是我们宜兴水土食材 一盘集锦 你看像水里的菱角啊 莲藕啊 包括这个虾 还有一项太湖边 毒上百合 一盘全有 这一盘的话 就是清清爽爽 鲜咸苦甜 一个千姿百味 让人流连忘返的江南小城 无论你来自哪里 都会被宜兴这美丽的江南夜色感染 慢慢沉浸其中 感受着生活的无限美好 秋季正是鱼虾肥美食 辽宁丹东 北国江南 无论是山河湖海 都爱汇入这热气腾腾的大铁锅 无论是清蒸 烧烤 还是炖煮 都足见东北人的豪气 铲子 闷子 酸汤子 鸡血糊糊 丹东还有哪些夜市美食 不容错过 敬请收看 中国夜市全攻略 辽宁丹东 2020年